这张黑豹与花豹的合影照片曾在2022年走红全球网络 他们是生活在卡比尼森林保护区的一对情侣 因为毛色的不同和形影不离 而引起摄影师米森的强烈关注 他花了三年时间跟拍这只美丽的黑豹 见证了这只黑色大猫 从一名单身的流浪汉打败了丛林霸主 最终爆的美人归的动人故事 下面就跟随小猫一起进入神秘的黑豹世界吧 你见过如此独特的花豹吗 打扮得精致光滑 双眼迷人 全身有黑 妥妥的黑马王嘴 这只黑豹名叫萨亚 它是保护区里出了名的流浪汉 它的漠然出现 立刻吸引了所有动物的注意力 大家都猜疑着 萨亚是准备开饭还是寻找配偶 卡比尼森林草木茂盛 是豹子栖身的好地方 也是在这里 萨亚邂逅了它的女神克里奥 克里奥是一只风情万种的母豹 她优雅的身姿 皎洁的身手深深地吸引了萨亚 萨亚对她一见钟情 但可惜的是 克里奥早已名花有主 克里奥的老公名叫巴脸 是这片林地的霸主 由于经常争强好斗 导致脸上有许多伤疤 人送外号巴脸 但萨亚也不是吃素的 为了豹的美人归 她决定挑战巴脸 这无疑是冒险之举 结果毫无意外 巴脸一顿猛攻 萨亚战败 帅气的脸也背毁了戎 真是得不偿事 但萨亚并未放弃 她坚信自己一定能打败巴脸 受伤的萨亚 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决定去打个猎来补充一下体力 萨亚悄悄潜伏在草丛里 紧紧盯着远处的梅花鹿 并不知危险来临的小鹿 还在专心地吃着饭 就这样 萨亚悄悄地一步步靠近着猎物 正当萨亚准备动手时 小鹿突然扭头跑了 原来是猴子看见了萨亚 发出了警报提醒了小鹿 就这样萨亚的捕猎失败了 她瞪着这些嘚瑟的猴子 心里充满怒火 心想早晚有一天会把这些猴子撕碎 萨亚失望地离去 由于旱季 树上的叶子早已掉落 萨亚黑色的皮毛变得极为显眼 隐藏成为了她的一大难题 就在心烦意乱之时 萨亚偶遇到了初来狩猎的克里奥 克里奥借助自己皮毛的颜色 正伏地身子隐藏于草丛中 准备对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动攻击 看着克里奥专业的动作 完美地隐蔽 萨亚顿杆自愧不如 克里奥不断向猴子们靠近 就在距离合适之际 克里奥如同一只狸咸的剑 搜得一下窜了出来 猴子们吓得四处逃窜 克里奥紧追一只猴子上了树 但聪明的猴子依靠自身轻盈的优势 不断地跳远 从而逃出升天 而克里奥却不小心挂在了树枝上 远处观察着这一切的萨亚 看着这个傻傻奔奔的丫头 对克里奥的喜欢又增加了几分 萨亚慢慢靠近克里奥 想直接上前搭讪 但走到一半又犹豫不前 她怕太冒昧惊吓了心中的女神 正在纠结时 克里奥转身离开了 萨亚看见了自己的意中人 却又不敢搭讪 看着自己心爱的女神离去 萨亚着急了 赶忙追了上去 当追到克里奥时 萨亚整个心都碎了 她看到克里奥和巴脸趴在树上 轻轻我我 转头又看见两只幼崽 幸福的一家四口 这样的情景萨亚怎么能受得了 她伤心欲绝 越看越气 心里满是嫉妒 决定一定要把克里奥抢过了 落寞的萨亚四处游荡 由于天气过于炎热 萨亚黑色的皮毛又稀热 这让她酷热奶奶 只能来到河边喝水结束 谁知竟遇到了这片森林的国王 虽然卡奥只是一只年轻的老虎 但身体强壮 体型有萨亚的三倍大 看见这么恐无有力的老虎 萨亚不怕那是假的 赶忙爬上了树 但卡奥却不屑于和萨亚纠缠 因为卡奥同样也受到了情伤 卡奥新属一只名叫斯米特的母虎 斯米特长得非常漂亮 生性活泼开朗 但斯米特也是一个有父之父 并且已有了三个孩子 这遭遇不正和萨亚一样吗 躲在树上的萨亚 看着远去的卡奥 才放心地下树离开 游荡了一天 萨亚也饿了 正准备去捕猎 结果居然碰见了正捕猎的巴脸 鹿妈妈正带着小鹿在觅食 感知到危险的鹿妈妈 把小鹿藏到了草丛中 自己只身一路去面对 但身经百战的巴脸 怎么会被这种把戏骗到呢 一个剑步静止冲向小鹿 鹿妈妈疑惑之际 巴脸早已捕获了小鹿 远处的萨亚 将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虽说双方是情敌 但心里也不得不佩服 巴脸的聪慧勇猛 转眼克里奥的两只幼崽爷已长大 克里奥需要开始再次交配 萨亚的机会来了 满心欢喜的萨亚 正准备再次邂逅克里奥时 才发现克里奥早已投入了 巴脸的怀抱 看见这一幕的萨亚 再次受到了打击 望着周围的所有动物 都有了心爱的伴侣 而自己还是一只单身狗 萨亚怒上心头 决定撕碎这些美好 先从这只孔雀下手 结果讨厌的猴子再次发起警报 萨亚又一次扑空 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很久 雨季来临 森林重新焕发生机 枝叶茂密 萨亚隐蔽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就连老虎都无法察觉到她的存在 萨亚明把自己的好日子来了 充满报复新的黑豹男萨亚 遭受了爱情和捕猎的双重打击 她已经开始黑化 借助树林 萨亚可以很好地隐藏自己 为了躲避猴子的视线 萨亚选择躲在大树的倒影处 这一次猴子并未发现它 就在小鹿放松警惕时 萨亚迅速冲出 三下五除二轻松捕获一头小鹿 萨亚终于成功了 就这样她捕猎成功的次数越来越多 她终于找回了久违的自信 美中不足的是 她清暮已久的女神 不在自己的身边 萨亚不能再等了 是时候向八脸发起挑战了 萨亚寻着气味 寻找着母豹克里奥的踪迹 正在树上的母豹克里奥 看到黑豹萨亚后 出人意料的是 她从树上跳了下来 慢慢地向黑豹靠近 原来 克里奥早都已经对萨亚有了好感 她表现得十分轻腻 看到这一幕的熊豹八脸 顿时表现得十分愤怒 萨亚知道 是时候做个了断了 她勇敢地上前迎战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八脸竟然被黑豹萨亚的气势所震慑 不仅没有接受挑战 反而跳到了树上 萨亚趁胜追击 因为这片丛林 只能有一个豹王 果不其然 八脸不敢应战 反而落荒而逃 萨亚成功了 虽然她是一只黑豹 不善于隐藏自己 但是她最终找到了合适的方法 掌握了赖以生存的技巧 最终成为新的王者 和拥有了心爱的伴侣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小猫 我们下期再见